好的,各位职场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81课和82课的知识拓展 大家知道81课呢,我们刚刚学过什么呢?土豆烧牛肉 所以这一板块呢,我们就把关于新东方厨师学校的内容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要讲两个板块的事儿 第一个板块就是各种常见的烹饪方式 第二种呢,就是关于比较有特色的中国食品的翻译方式了 好,先说第一种,好,油炸,一块读一下,叫Fried Fried,好,接下来是烘焙,主要是烘的这种都叫这一词儿 一块读叫Bake,再往下呢,叫炖的,来,一块读叫Simmer 好,再往下呢,是捣碎,有人说这不是烹饪方式,确实啊 但是呢,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免不了要做这事儿,是吧 来,一块读一下,叫Mesh,好,再往下叫绞碎,来,读一下Mence,或者叫Trop 关于Mence呢,你一定非常有印象 我们在学49课,鸟儿他们买肉那一课,是不是学了一个词叫肉馅 肉馅,就这一词儿,来,一块读一下Mence 好的,那今天这个单词,韩克语做冻词,叫绞碎 OK,当然,韩克语后边那词,来,读一下Trop Trop,行了,下面就是这个烘烤了,来,读一下Roast Roast,好,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经常去野外烤的那个,就叫这个词,来,读一下Geo Geo,或者我们的烤羊串,就这个词,再来一遍,Geo Geo,好嘞,再往下呢,就是蒸了,来,念一下Steam Steam,好,再往下叫煮,叫boil 最后一个呢,叫削皮,一块念一下,叫Sheo 那这里的捣碎,搅碎,削皮可能不是喷嚼方式 但是我们在做饭的时候免不了要做这件事,是吧 我们就一并补充在这个地方了 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关于中国传统食物的翻译了 那接下来我来说一些词,大家试着来猜 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来这是什么东西 好,第一个,来,一块读一下,叫boiled egg 对了,叫煮鸡蛋 咱们刚刚学了boil是煮的意思 现在在后边加ed,就是形容词叫煮的 所以这就是煮鸡蛋了,来,一块读一下,叫boiled egg 好了,再来一个,叫做a fried egg fried是炸的,是个形容词 所以这里面就是炸蛋,或者其实就是煎蛋 因为我们不说炸蛋,是吧 好,再往下呢,叫tea egg,叫茶叶蛋 这玩意儿呢,老外特喜欢,因为你想 茶,他们认为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具特色的一种饮料 然后又把鸡蛋给煮进去,这多有特色呀 我认识一老外,他每天早上一定要吃个茶叶蛋 好,来,一块读一下,叫a tea egg a tea egg 好了,再往下这个单词来,一块读一下 fried,这个词叫炸的,煎的 再往下呢,叫steaks steak这个单词,其实就gord的意思 我们知道筷子呢,叫chop sticks 所以只要是这种一根锅的这种样子的 我们都可以叫steak 好,那么大家想想,炸的,锅式的东西叫什么呢 对了,油条 来,再读一遍,叫fried sticks fried sticks 好了,再往下看一单词叫sliced noodles 这个词,noodles,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叫面条 好,那前头加了一个单词叫sliced sliced呢,叫削,或者是切的意思 那么大家想想这叫什么呢 对了,叫刀削面 一块读一下,叫sliced noodles sliced noodles,ok 好的,再来看一个叫steamed bread 刚刚我们学过,steamed呢,是蒸的意思 现在咱们来加个一滴,就是蒸的形容词 那后边呢,是面包 有人说,哎呦,蒸的面包,没吃过 大家想想哈,其实在翻译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为了让对方明白 所以就使用他们一些词 比如说哈,这面包是对于老外来说 应该是是主食了 而对于我们中国的北方人来说 面食,或者说 这个馒头,应该说是我们的主食了 所以这个steamed bread 就是馒头,ok 好了,然后再往下看这个 叫做什么呢,叫sweet ball soup 什么意思呢 甜的,球,汤 那来想想,什么样的东西具有以下特点 甜的,球状的,还是汤 对了,汤圆,就这么说 来,一块读一下 sweet ball soup sweet ball soup ok,好,再来一个叫做fish ball soup fish是呢,是鱼 那这个很简单吧,叫鱼玩汤 ok,好,再来一个 ate treasures porridge 这里面,这里面主要是最后一个词咱很陌生哈,一块读一下 porridge porridge 这个词的意思呢,叫粥 所以这叫什么什么粥 一看有人说 前头有个八,我知道了 八宝粥 翻译正确 这就是八宝粥 那中间那个单词 treasures 它的意思就是宝贵的 我们到了这个二册的时候 你会知道 宝藏 都可以用这个词 好,我们一块再读一下 叫ate treasures porridge ok,行,再来一个 叫做sweet potato porridge 这又是一种粥 什么粥呢 有人说,我知道这个potato,土豆 前头加了一词叫sweet 那你想,甜土豆是什么呢 对了,地瓜 所以这叫地瓜粥 来,一块读一下 叫做sweet potato porridge ok,好了 再来一个叫什么呢 叫soil bean milk 有人说,这什么什么牛奶吧 嗯,对的 它其实就相当于老外的牛奶 那我们知道 在中国我们特别特别喜欢 喝一个东西 就是用豆磨成的东西 叫什么,豆浆 所以这就是豆浆的翻译方式了 来,一块读一下 叫做soil bean milk ok,好了 最后我们要聊一聊 我们经常吃的 尤其是冬天经常吃的 叫什么呢 hot pot 火锅 ok,好了 这就是我们经常吃到 和用到的一些传统的吃法 那么关于吃法呢 其实我们中国实在是 渊源流长博大精深 是不是 你要看看舌尖上的中国 你就会发现 这只是冰山一角 是不是 所以呢 对于更多吃货来说 你可以了解更多的单词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未来有机会 我们再来聊 入冰 入冰 口 入冰 入冰